字幕 outline 邀請 曲 李宗盛 有嗎? 有啦 有就是這裡啦 有一個草山會議 一些親近的人士 包括顧政府、顧面、林憲雄這些人 他和日本的一些少壯軍人 見白不一樣在軍營 找這些人出來搞了一個台灣獨立 但這種的台灣獨立 和我們現在說的台灣獨立意義完全不一樣 除了他們這些人 當然他們也去找林憲黨 林憲黨都不行 他們也去找丹憲 丹憲其實也不參加 但是這也是主張獨立的一種看法 另外也有一個人 他們就說 現在社會去中國 會怎麼會 也有人煩惱 這個人也會讓我們看到主張 但是社會上普遍來說 其實是環境的 是環境的 我們不要再說什麼 人家說宅子的終生就好了 戰爭的第二 這些度 我們都看到這個環境的情形 戰爭結束了 終生剛才在台灣 他在那條路 我不知道是要路 看了一邊 一個福秋郎 太平町 太平町在這裡 這裡 太平町在這裡 在這裡 不知道是米料表是不是 他去看一間商店 掛一支青天壁在馬堂的國 會所謂的國旗 他帶給那個 那是福秋郎嗎 福秋郎 對 福秋郎 新天白日滿天的國旗 我就研讀 以前還穿日本的軍修 也穿土的 六軍修 六軍修圖的衣服 穿日本的衣服 但是嚇一支青天壁 馬堂的國旗 我就很穿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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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縱線是一年四個月 做二七部隊還在對抗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 那都是很多人反應 他們就說包括在彈性 去做一個反應 國民政府丟臉的安徽 跟影響 任憲黨 大家都找出來 那都是台灣新統 全都分支機構 我開始去什麼大建牌樓 教民眾唱國歌 都在補這些 但他如果知道我一年四個月 我用兩槍斃 他去做這個 但是他那種真的是這樣做 我們再看 這是什麼 我最初陪到時候 陪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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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高雄 做那個反應 國民政府丟臉 外國他做主性 他怎麼知道一年四個月 去他受傷 要跟他談判的時候 給他撥起來 插一下就槍斃 北西班後回來 整個祖國夢碎 但是那是很真誠的 很真誠的 你看這個人 叫做任務生 任務生 戰爭結束 真開心 下一集就死你了 看看 全都不要看退了一句就好了 從此難貫 心脫卻 窘處難貫 心脫卻 增年盡客 富行幽 他說我難貫什麼就是儲求難貫 我五十年 一分通貨跟他做解牢 把那個囚犯的帽子丟掉了 之後我很高興 我可以享受 我那個汪尼像一個閒雲野荷 像一隻鹹鴻一樣 揮翔 真的沒有 一年虛過就槍斃掉了 但是那時候就是這樣在環境 你看十位任務生 還在公園中 就是我們剛才那張圖 那個圖是栽棄 的保隸武生在那裡 萬臺灣共享受大會的主席 這張圖是變成他一生最後的一張圖 一年虛過了他就被這個所歡迎的祖國槍斃了 但是說台灣人那種事真的要這樣做 那不是假的 但是他也知道我歡迎祖國 怎麼哪知道祖國遠看一朵花 近看我的媽 不祖國只有這麼漂亮的一看 怎麼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的是什麼 新的殖民統治的開始 所以我接下來這個議題就是說 建後台灣有結束市民統治的狀態嗎 有了嗎 沒有 是吧 帶來的 接下來就這個來了 依新政府者的態度 親臨台灣 先制度來說就是 他制定的一個制度是叫做台灣 台灣行政總管公署 在這個行政總管公署裡面 行政立法 司法 軍事 國和民政大權極於一身 比日本時代的綜獨的權力 有過之無無盡 而且這個綜獨占更減省 叫什麼 台灣行政極於一身就對了 所以當時這個制度出來的時候 包括連金東 連金外賓 那時候還在共產黨就跟共產黨建民說 你在臺灣實行這種制度 會讓臺灣人民認為這是一個殖民統治的延續 你都用這些字眼 但這個意見共產黨不聽就是採用了這個制度 所以當時他降臨後 臺灣人把他穿給什麼新種土 所以在臺灣人民開始說 這不是日本時代的種土的延續 因為他的體責看似是這樣沒錯 你還看下去 刷下去 這是當時來臺灣都穿全國福來的 穿全國福來的 它不是本黨是種土 那個華山之系開始也要穿種土 我們也要穿全國福來的相同 所以帶下去在政治上 大陸人壟斷權位 親戚 康親英職 議員的起司 操別台武 外行靈德來行 還有糖冠烏尼 一大堆都來了 這種市民統治的貪汙 那是日本人做不到的 所以有什麼接收 變成接收 大家都知道 五種定科 金子 房子 車子 位子和燭亡也接收就對了 所以叫五種登科 所以當時民間就出現了一句話 接收一碗 每行都吃 吃糖 吃梯 吃到烏尼 沒辦法吃到長水 沒辦法吃到沉腿 有腳要吃到樓梯 沒腳要吃到倒擠 這個俗義在那個當時很流行 所以我們的經濟就開始幫忙 沒腳碰到 所以這些漫畫都在那時候的漫畫都背著 有腳一直跳 這今天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說得很快 如果萬一你看不到 沒去看我找就可以了 這我都會用到 所以那時候的生活 你看 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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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沒辦法吃 第三 乾脆一了百了 1946年台灣先起的自殺草 自殺草 一幾歲 主要都知道什麼 沒薪水 沒頭農 沒辦法吃 台北都這樣 不是說吃太飽 中心不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的生活是這樣 社會在那一年中 我看 前後一年後 所謂說好一年後 我們的行事安靜 增加二十八倍 如果增加二十八倍 就已經恐怖了 增加二十八倍 這個社會一定很亂 所以個人 主要都是中國來的那些軍人 耍賴 威脅 詐欺 恐嚇 調戲 搶劫 殺人 無所謂 這種的情形比日本的市民統治更差 日本軍人要不會這樣亂來 所以是殖民統治的延續 但是國民更加鐵步更厲害 所以總的來說 就是說台灣人民在所謂共和 我們自己所謂 慶祝所謂共和之後 所面對的這個教民 我給他精力出來 政風腐敗 鐵岸煩興 經濟攏轉 生敞台港 美女斷垃 物界碰到 生涯極徵 軍旗敗壞 杜賊死去 治安奧化 有的人要補充嗎 因為到這四天 你看我到很久就行 到後差不多了 你每一項項目你都能寫在一面大人物 這就讓你做 你說不完 所以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在慶祝 台灣人民就知道 原來是一張膜 所以個人一年四、五的喔 他在八十五天保法 八十五天保法 當然這是二宮 所以這個過程我們就必須先說 三位姐妹軍旗敗了 開始電開一堂堂堂堂 你之前在那個時候也開始倒閉 這開始要怎麼告訴你 二月八十五天保法的一年 一個月後 一個月後 鄉角的縣海有一份十字 叫十語文 牽出一張漫畫 這我在史丹佛大學的大學的大學 都說去查一下 哇 看了一個很震撼 這不是大家男爺 這家才也不是理想氛圍 有一定說你們跳播族群對立 這是我們在中國鐵邊的 有良心的地缺粉術 說這張圖他叫什麼叫做勝利之國 然後站在台灣的人說叫做光復之國 光復要恰起來 這張圍刻 懶惰堂 教你這張隔壁 四張 但是它是新鮮的圍刻 你老鼠兒子就是這樣報了 這張圖是你的殖民地 怎麼會不是 完全是一個殖民統治的形態 比日本人更好 等了一下子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台灣和韓國為何韓國 建勞可以導致 為何台灣不可以導致 完全在哪裡 這應該是給各位說 因為我今天時間沒有 我就趕快說完 我想我覺得我以下是簡單的解釋 這問題的關鍵在台灣人背負著中華文化 以及漢族意識的保護很強 雕仙人沒有 市民統治下的雕仙人 他不會跟中國動作做過 但是台灣人在日本時代 很多人跟台灣跟中國動作做過 還有所謂的唐山情節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原因 那麼這些人當然 歷史發展幾度不一樣 韓國在變得日本市民地在1910年 以前的韓國是一個國家 他雖然向中國做種族國 但是他畢竟的內政是導致的 他是正式的導致國 但是台灣在做日本人通締以前的 他是成國 也是市民地 但是正式成國通締的 而且台灣人很多人他的祖先來自中國 明蘭或者是工黨 雖然來台灣之後 混了很多貧府族的血統 包括像我這樣 包括很多在座農學 但是在義學校 那個當選義學很強 當選義學很強 包括到1908年年 那時候在清國通締的281年裡面 有很多邂途 大陸都用什麼火鍋人、客人 當什麼將酒人、鑽酒人 我還用那個去想 那個台灣人的意思嗎 韓國人不會這樣 韓國人會說 他不可能用中國一個地方去認同 他就是韓國人 所以這是很大的報告 你看看日本通締的20年 有很多控制的事件 但是很多事件都在這樣 還要回合清國 還願望清國 還要報答清國的恩典 還要這樣說 甚至於我們用1920年代 有一個很重要的台灣議會紀念運動 這個運動 當時的日本東京有一段分析 後來堅持 他記載在他們的經濟演劇裡面 這段分析 可以解釋我們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 這是我們人的分析 我以為我們幫他去看 中官幹部的思想延續 沒問題 沒問題 他變在那個詞 18年 沒 招給出來 好 來 大致上可奉了兩派 其立腳於對中國之將來 寄予多大的希望 寄予很大的希望 以為中國之國情 不久必可恢復正常 而雄非世界 自然必可光復台灣 是以此計 必須保持民主之特性 涵養實力 以待時機 由此民主意識向往中國 並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 以激發民主自信心 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 另外一回 則對中國不敢做過分之奢望 至重點於台灣人之獨立生存 假令能復歸祖國懷抱 而又會受今日同樣的苛政 則就有合意 因此不誤排斥日本 而堅持台灣為台灣人的台灣 專心圖徵台灣人之利益與幸福 雖然如此 比貝系因失望於中國紛亂之現狀 而不得不報紙思想 他日中國一旦榮盛 則仍然恢復以前者一樣的見解 乃必然之事 日本人自己看得很清楚 你們中國醫生很強 所以白白這樣說 我們就發現說 條先人在日本統治下 他們的民主運動 他們是做什麼 獨立運動 像商議獨立運動 最典型的1919年的商議獨立運動 他直接要求獨立 但是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 譬如說經過一陣子 美國委員選總統的民主自覺衝擊 就是台灣人做什麼 是自治運動 自無敵運動 不是獨立運動 擁測在內心有需要獨立 但是他平常的事情 不要說 我要求自治 我要獨立 這兩陣子已經不一樣 更何況過後還有一個 做國的那種意識很強 所以要這樣去看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 與民主意識的差異 建立韓國在李承晚的領導下獨立了 而台灣主要的經營面 則迎接中國來到的 迎接中國的到來 熱烈慶祝回歸祖國 慶祝所謂的光復 等到那個堅正的祖國來 就知道怎麼在這個現場 和我所想的不一樣 你不會有了 沒有了 所以你母親在驚祝祖國 沒有說他開始亂談 他跟他們說一說 台灣少了一個里承晚 但是他就又不當里承晚 他要有一個里承晚 台灣沒有一個里承晚 所以一年四、五月後 二月八十五天爆發 二月八十五天爆發後 台灣人開始覺得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你要去圍繞那樣嗎 就是二月八十五天前 甚至他在八十五天發生的時候 那個真的要導致建國的那個聲音 那還不是很強 如果不是 沒什麼時候 將來中間來跟你講 好 所以最後我用兩段歪 一段是李永之老師 他所改說的 台灣人因為不能充分認知馬關條約以來 與中國漢族已形成不同的Nation的意涵 竟為同族意識所魅惑 而再度淪入同族殖民的悲慘境遇 韓國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韓國他本身以韓國主體的民眾意識很強 台灣人模糊 泛江提映我的好朋友也說了一句 他說台灣人從未有建國的經驗 以至於從不覺醒 警覺有所謂亡國的滋味 缺乏韓國人那種刻苦民心的亡國恐懼 我們現在有了 我們經過這條例子之後 台灣人的意識一定要建立起來 這件事沒有在什麼祖國沒有祖國 站在我們的土地就是我們的祖國 好 謝謝 德香 謝謝小黃教授 很掌聲 我們說明中間老闆的什麼 來 中間老台灣人到底是在想什麼 你記得幾百時間的前面後座嗎